歡迎收看金牌特派 每次發生重大命案 要破案一定有兩大關鍵 警方搜證的偵辦進度 還有就是法醫的驗試報告 就像2024年10月19號的晚上 爆發的台中七期豪宅命案 為什麼要叫人家女略之一死 你沒有女生走大後嗎 嫌犯顏面低頭冷血不理會 他們擠人19號晚間 涉及台中七期豪宅虐子民案 19號晚上 住戶聞到刺鼻的塑膠味 覺得奇怪立刻報警 警方進入屋內 發現有三名男子在場 還有一人倒在地上 免陷死亡 現場還有一堆違禁品 死者許姓男子26歲 滿身是傷 疑似招人動手 一開始沒有人承認發生什麼事 法醫高大臣也認為 如果從傷痕來看 可能是黑吃黑 被人刻意傷害致死的可能性很高 只要確認死亡的時間 清查豪宅出路的監視器 應該很容易追查凶嫌 你如果死亡的時間 你可以確認 比如說你早上9點發見 我們發見的是 他的體溫 他的降溫比較32度 這樣表示他死5點 所以他可能是 差不多9點5點 差不多4點4的 你4點4的 你看那時候的村子是誰就知道了 可能就是那隻 不會獨拚 或是早期賺來的錢 比如說賺到500萬 你還要拿200萬出來 300塊 6塊 你還要拿2次3次的人就打了 打到沒有死就打死了 現在問題是 打到死就死了 還是故意要打到死了 就是看你打到死了 我剛才說 你都打到頭 你一定沒有死了 對不對 這就有殺人的 那你如果說 如果人家都打到辛苦 打到沒消息 打到處去 這就傷害致死了 根據警方調查 雙方長期有債務糾紛 疑似追討不成 引來殺生之禍 甚至傳出嫌犯錄影拍下的行修過程 毫無人性 再加上高大臣的研判 命案真相 忽之欲除 你看那時候出事是誰就知道 尤其這種拍得拍得這樣 還有一個影片 可能是為了教育 他們底下的人 不可黑字黑 我看這個案子還有兩個 一個人都輸 但是看起來比較不適 2024年10月8號的下午2點 台中清泉岡基地靶場 進行清兵器的訓練時 一名26歲的許姓志願印上兵 疑似因為操作不慎 導致步槍走火 子彈貫穿了臉部 緊急送醫搶救後 仍然傷重不治 對於死因眾說紛紜 疑點重重 該怎麼釐清真相 這時高大臣說了 是不是意外 就要看當時是接射 近射 還是遠射 再加上需要看死者身上 有沒有煙消反應等 綜合的判斷 提醒軍方有責任釐清 還給私的家屬 一個公道 不管怎麼樣就是 要判斷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接近接射 是有一個壞子 它只待出來 誰弄到硬的東西 跟軟的東西 潤的蜜 皮膚跟骨頭 所以清紙也黑白鑽 所以出來的瓣 都很大瓣 都很大瓣 看你會怕到 你如果出來瓣小瓣 譬如說清紙不大瓣 絕對有一個劇情很大瓣 這很好判斷 再來就是判斷 死者的手上有沒有煙消反應 當然你用長江噴不可以 也會噴到 你也會噴到 所以你雖然是六十公分而已 你六十五公分喔 你如果直接噴起來 我怎麼會噴到這個手上 所以如果就是 所有煙消 哪有可能 阻塞的可能性就很大 那如果沒有 就要再考慮其他的問題 事實讓人家知道就好了 這也不用再暗藏了 沒關係也沒辦法 不需要掩蓋真相 這是高大臣給軍方的忠告 每一次有凶殺案 或者是死因不明的案件 家屬就會指定他來解剖 加上敢言直言的大炮性格 高大臣總會成為媒體 爭相訪問的對象 說到他的個性 在他讀高中的時候 曾經因為跟人打架 被擠了三大過 而面臨退學的處分 他的父親也是醫生 決定要拉兒子一把 當時請了七科的家教 全力衝刺課業 高中畢業之後 錄取了中山醫學院的醫學系 大學畢業當過了外科 還有婦產科醫生 後來取得日本京都大學 病理醫學博士 投身法醫有30多年 先後在高檢署 還有台中地檢署 擔任特約的法醫 為死者 為家屬 找出真相 這位母親指控的 是發生在2004年 台中一名溜冰教練 五一話愛上了女學生 卻不被接受 結果師生兩個人在車上昏迷 女學生死亡 女教練卻活了下來 宣稱是殉情 說到命案 兇手想的是 死亡可以讓對方閉上嘴 永遠都開不了口 殺人滅口 就是兇手掩飾犯行的最後一招 但是也常常忘了 法醫能夠從死者的身上 看到命案的真相 她吃了安眠料之後 有昏睡的現象 就緊緊的抱住這位女學生 用她的胸部壓在 這位女學生她的臉部 因為這樣 所以造成這位女學生 她窒息 女教練變稱自己也昏睡 導致女學生被她的胸部悶死 不是蓄意殺人 但問題是 法醫高大臣 從屍體上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你有沒有聽過說 連那個剛生出來的小孩的媽媽 那個乳房都脹得很厲害的 因為有的母親很累 都為了自己睡著了嘛 睡著以後都沒有聽說 人家這樣把小孩子壓得自己死亡 對於無疑化的說法 解剖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發現她並不是用兩個乳房劑壓破 是用手去壓她 而且是右手 因為她的嘴巴這個屋的這個位置 有發現有四隻指頭的痕跡 而且她事先她有用安米藥給她吃 到底教練無疑化殺人是蓄意 還是吃安米藥之後 不小心用胸部悶死人 這起駭人聽聞的女學生命案 發生在2004年5月19號 年僅13歲 花樣棉花的國中女生 遭到了30歲 溜冰教練無疑化的殺害 誠實在她的轎車之內 而無疑化她殺人之後 則是用美工刀傷害了自己 再服下安眠藥 兩性少女誠實在這輛藍色轎車裡 家屬看見女孩冰冷的屍體 幾乎崩潰 媽媽希望說以後下輩子 你趕快再來活到我 讓我 媽媽要下輩子再跟你結尾哺理 你聽到了嗎 我們那時候這件案子的傷口 那個傷口根本就 不是要直接去掛一個手廟看而已 就讓人家說 我怎麼有對不起這個小女孩 你今天你如果真的是 只是一個意外的話 你為什麼要自殺 說八 說八就是這樣 對嗎 說到這裡 無疑化和女學生到底是怎麼認識的 其實女學生在家人的眼中 她是一位乖巧的好孩子 不僅僅功課好 人員也好 還曾經獲得中正盃全國花式溜冰賽的第四名 她就是溜冰界的明日之星 也請了教練教她 沒錯 請的教練就是無疑化 一開始 女學生以為女教練對她好 只是單純的就像大姐姐照顧妹妹 沒有想到對方早就愛到不可自拔 這個女孩子也稍微有一點感覺說 我這個教練怎麼有時候會摸多摸西的 對於有點奇奇怪怪的動作 她就經常把她寄解 寄解後覺得是真的撞不住 因為她真的越來越離譜 她有告訴她爸她的媽 她爸媽有一陣子也把她 就是說不要你來教了 我們要換教練也換掉了 是最後這個教練他就自己自我推薦說 我教了就不錯了 我也很認真在教 還要我回家教了 我對她這個小孩很有信心 什麼就一直講 她媽媽才說好 沒有就繼續給你教 就這樣 無疑化當了女學生的四年教練 也試探了四年 女學生不接受這段感情 可怕的是 無疑化不甘心女學生 對其他男生有好感 於是在自己得不到 別人也不要想要得到的心態之下 心意橫 在5月19號這一天 就把女學生帶走了 少女的家屬找不到人 趕緊向台中縣警局報案 這才赫然的發現 這名女教練 之前就曾經 有對其他女同學 毛手毛腳的記錄 還被法官判處了緩刑 家長這一下更慌了 後來又是怎麼發現 教練和女學生的下落呢 直到當天晚上 一名修車師傅接到了電話 說車輛拋錨要修理 結果師傅到場 他卻發現車上躺著兩人 嚇得趕緊報警 警方一看 確定車上的兩人 就是教練和學生 教練在駕駛座 省之不清 手上有刀痕 後座躺著女學生 一定死亡 警方在車內 先後找到了三張 變條紙寫的遺書 還有一把藍波刀 和沾有血跡的美工刀片 我最受關注的 是女學生的左手手心上 有用原字筆寫下的關鍵字 和 話 右手心則寫有情字 這個話直接聯想到 女教練無一話 三個關鍵字 和 話 情 難道是說和女教練訓情嗎 第一時間大家看到的都以為 這就是一起殉情案 但是女學生的家屬 是相當生氣 她們說這一切 都是無一話的脫罪伎倆 殉情的話 不可能說我們身上 制服也沒有了 溜冰血也沒有了 而且我們全身上下 都是泥巴你知道嗎 她可能是在給她弄 安眠藥給她穿在水裡面 她喝了 她沒有抵抗能力的時候 給她捺死 按捺不住幾天下來 心裡的痛苦與掙扎 女教練無一話 拖著虛弱的身軀 親口說出心裡的懺悔 要不要跟楊媽媽道歉 你不是楊媽媽對你很好嗎 對不起 對不起 楊媽媽 而後來5月23號 無一話被警方帶上車 到現場模擬時 因為態度十分不配合 甚至對一些關鍵碟的公辭 更是反反覆覆 一度讓警方大為發火 好 你說坦白 我一定很難過 對啊 就這樣子 你還要拖 我被你拖 我被你拖 她的態度從頭到尾都不成渴 你知道嗎 她在你們面前是一個樣子 在模擬的時候是一個樣子 哪裡痛哪裡痛 我坐在那邊的時候 我去看她的時候 坐得好好的 對不對 她坐得好好的 我恨不得上去 去扇她兩巴掌 我被警察攔住啊 之後你就得緩去載 衛生湯有加 衛生湯有加 衛生湯有加兩顆 好 那回去再再 後來檢警透過了 無依化初步的供詞得知 她早就預謀 在19號就下藥迷婚女學生 並且曾經在車上 要用繩子來殺害她 但是後來看到女學生 疼痛難耐的表情 又狠不下這個心 就把女學生抱在胸前 但是沒有想到 自己的安眠藥的藥效也發作 於是就註下了大錯 醒來之後才會想不開 要和女學生共赴皇權 她是閃爍其詞 她是說 我不記得為何我沒有污她 她也不敢說沒有 她也說我沒記不知有刺 當初我在情況下 我還是從這邊給她割進去 看裡面 還是有出血嘛 這裡面還都出血 這刺青 跟這個牙齦 都粉紅色變化 這個連書都有血 這個就是 烏比所造成的死亡 教練一直強調是殉情 卻被警方打臉 如果要殉情 車上何必要準備藍波刀 和銅軍神 更讓人懷疑的是 死者的手掌心寫的和話 還有情字 見識單位一看著字跡 就是死後別人寫上去的 指出女教練 她為了製造殉情的假象 故步一陣 反而露出馬腳 一開始她還是承認 後來就是另外一個法律 來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開始犯狂了 因為法官那時候也是認為說 也是一個女孩子 有一個同情心嘛 想好 沒辦法 破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事情才變成這樣 不然其實從頭到尾 我也不是說一定要這個女孩子 這個教練要判死刑 但是至少 你要負起這個責任 而更讓家屬生氣的是 從無一化落網之後 她和她的家人 直到5月31號少女出病之前 都沒有到臨堂前來上香 家屬說少女心有不甘 一直出現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 一開始說發不動 發不動以後 可能就是說車子可能有問題 那後來又發現跟人家插狀 張醫社說 臨車之前都沒事 偏偏遇到女學生後事故不斷 第一直覺是女學生在表達不滿 令人心疼得不止如此 家屬還說了 少女死不瞑目 因為她的眼睛 最後是用針線 才有辦法讓她合起來 解剖的那個宗師姐幫我們縫了 把它縫起來 然後慢慢才 用那個眼皮蓋起來一樣 壓迫死亡的時候 我們臉會腐腫 然後這個眼睛會因為壓力的關係 會突出來 因為突得太厲害以後水腫 因為有水腫 你雖然死了以後 你要把這個眼皮蓋拉下來 蓋起來 蓋不起來 你蓋不起來 因為它蒸起來 還有水力 所以沒辦法要去掉 因為死不瞑目不好看 女學生死得這麼凄彩 還等不到對方的一句道歉 被害人家屬實在 厭不下這口氣 於是跑到醫院去理論 剛好吳一化被警方帶去 辦出院的手續 結果無辜的老父親 就成了帶罪羔羊 你媽的 你別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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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一化的老父親 就這麼被拳打腳踢 從五樓打到一樓 而這種動私行的錯誤示範 警方卻是在一旁 也莫可奈何 老父親被打到 連走路都沒有辦法走 躺在床上 老淚縱橫 有一個人 為什麼他自己也不中了 我以後就告訴你 我用來摸到一樓車一樓車 事情還沒完 當天下午 無一化的父親 離開了急診室之後 在警方的保護之下 代替女兒 來到女學生的臨堂前上香 死者家屬又把這股怨氣 出在老父親的身上 沒有沒有甘過癮 可是以後要做一天 就這樣走一天 就這樣叫我一天要來 看事先犯 我看你 要不要喊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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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來 你走你走一走 你別這樣 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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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別再說 而這一起殺人案 從起訴到三審定驗 經過了一年三個月的時間 無一化從一審時被判刑14年 家屬認為太親而上訴 二審法官認為 無一化早就有訴刑不良的紀錄 再加上沒有和死者家屬達成和解 二審改判17年 最後定驗 也就是說 原本看似殉情的事件 被法醫高大臣誓破 加上警方突破凶手的侵防 找出關鍵的證據定罪 讓命案的真相大白 無一化後來在2016年 獲得了假釋出獄 這樣的結果 雖然死者家屬還是難以接受 不過 也看到法醫高大臣 為死者仗義直言 才揭發了女教練的惡行 你有任何想法也歡迎留言 記得搜尋金牌特派 收看更多的社會事件 也請大家幫忙多分享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看完金牌特派 接著來看KS抗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 就是這一罐 使用過的 這個口碑都說非常的好 它有SPF50加 高防曬系數 但是很清爽 你看像我這樣把它推開 清爽它又不沾黏 我最怕就是用到那一種 一塗上去 又黏又膩的那種感覺 這一罐就不會 而且它有大量的潑尿酸 又保濕又能加強肌膚的防禦 全家大小都能用 如果你有化妝 記得要先擦這一罐防曬凝露 再加上底妝還有彩妝 有了這一罐 再也不怕戶外運動 金牌特派推薦 幫你滿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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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